在2014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伟练》 绝对是很多人的路坑神作 男主在10年前还是小屁爱师学下他爱的约定 结果10年后却突然挑出了三个老婆 还外加白给一个 如此离奇的恋爱番剧 男主要选谁做老婆呢 赶紧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男主一条乐是当地黑帮的少当家 但是他的梦想却是考上医疗大学 然后成为稳定工作的公务员 家里多的是明清三星的厨师做菜 但是阿乐的烹饪水平却也是专业级的 乍一看还以为是隔壁十几过来的角色呢 是不是这个少当家还亲自给老父亲的手下做菜 而每天上学也是好多小弟亲自护送 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人却好像从未谈过恋爱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10年前一个爱的约定 当时阿乐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和一个少女做过约定 阿乐有一把锁 少女有一根钥匙 等彼此在相见的时候就打开锁 然后两人就立刻去民政局领证结婚 十年过去了 阿乐只记得有这么一个约定 至于少女的长相 她基本都已经忘记了 连名字都不记得叫什么呢 但她知道这个锁关乎着自己能不能领一个老婆 所以这些连来她也是当作宝贝一直照看着 不过在一天上学的时候 突然添降一位金霸少女千吉 对方因为上学要迟到了 所以才翻墙 结果正好砸在了阿乐的身上 而你穿项链锁就这样被弄丢了 阿乐特别生气 这位千吉正好是今天从美国转校而来的同班同学 所以阿乐找到千吉 要她替自己找到项链锁 千吉很讨厌阿乐这种对旧事念念不忘的人 最后再一找到项链锁为条件 让阿乐不要在学校跟她说话 千吉的性格是活泼的 但也动不动就会使用暴力 虽然不想承认千吉长得很可爱 但同学们都被千吉的外貌给彻底的吸引了 在寻找项链锁的时候 由于都黄昏了还没有找到 千吉有些不耐烦地吐槽这个锁的来历 可能定义是哪个女孩送给阿乐的 而且人家说不定早就忘了这件事 只有阿乐这个白痴还当宝贝 这句话算是触碰到了阿乐的逆丁 毕竟这个神秘老婆对阿乐来说真的很重要 所以阿乐当场让千吉滚一边去 伴随男主义双哄 本来缝合日之夜的天气 瞬间下起了大雨 千吉也被她吓了一跳 养人的关系变得很之微妙 因为阿乐也很后悔 自己竟然哄了千吉 而千吉也在之后看到阿乐 依旧在寻找项链锁 而觉得自己说话 确实有些过分 但是傲娇的养人都不愿意低头 不过千吉最终还是替阿乐找到了项链锁 本来以为两人就此不会再有任何瓜哥 但无碍无碍没想到 千吉家的父亲也是黑帮老大 而且跟阿乐父亲还是好友 两个帮外平时都是随伙不容 于是两个老头子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阿乐跟千吉假装谈恋爱 小弟们看到后自然也会收敛一些 说完这个提议后 老父亲还堵出了羞涩的表情 很简单这两个骚老头已经计划了很久 最后千吉也被逼无奈 由于很多眼线在盯着他们 两人还真的要去约会看电影等等 而这一切亲密的接触 却被阿乐在学校暗恋的女孩小野斯给看到了 最晓得是小野斯也暗恋着阿乐 最关键的是小野斯手上就有一把钥匙 但凡他给A上去 说不定两人的孩子都给打酱油了 甚至一次以外 阿乐还看到了小野斯的这把钥匙 阿乐也曾经问过小野斯 到底有没有见过这个项链锁 但是小野斯却说没有印象 其实他也想问这个锁的事情 但是小野斯的性格是属于那种出出可人 在看到千吉和阿乐那么亲密 他还以为两人真的成为了情侣 所以根本不敢开口询问 同伴同学也看见了两人出去约会的场景 就连老师都在说两人是不是在交往 想要解释 却看到千吉家的眼线又在盯着他们 最后只能无奈地承认 两人是超恩爱的情侣 可空有名分 可不行啊 毕竟没有钥匙解开锁 就注定永远无法得到阿乐的芳心 但千万不要以为小野斯手上 有一把钥匙就可以领先前级 因为小野斯在一次无意中 听到两人假扮情侣的事情 所以心中的那份想法又开始糟动了 加上阿乐本来就对小野斯有想法 两年你来我往 终于在一天黄昏之下 准备有新的进展时 一个棒球突然打破了窗户 本来好好的气氛 就这样也被打碎了 可一次不成咱们可以下次再来嘛 但万万没想到 学校又来了一位转校生 东城侍郎 侍郎是见其家里人排来保护他的跟班 而他也很喜欢前级 所以阿乐即便不爱 他难免也会被他误会 由于双方战力不在一个等级 阿乐是被侍郎打得满学校跑 最后无奈跳下来的学校泳池 而跟着跳下来的士郎却昏了过去 阿乐好心地替他脱掉衣服 害怕他着凉 结果才发现 士郎竟然是个小兄弟 而发现他们跳下来的同学 也已经在赶来泳池这边 害怕被同学们看到 士郎这个丑态的阿乐 赶紧带着他躲到了衣柜中 像万能还在寻找他们的同时 阿乐就在衣柜里 对士郎进行了片刻的了解 原来他从小是被收养的 而收养的人十年来 都没有发现他是女孩 应该说身边的人 都容易把他当成男孩子 看着害羞的士郎 阿乐就忍不住夸他可爱 这个小女子村心荡漾 脸红心跳 毕竟从来没有人 夸过士郎这些话 不过最后他们两人 还是被千吉给发现了 好在解除误会 千吉也没有怪罪阿乐 而士郎最多也会对 千吉这么忠心和亲爱 一切都是因为小时候的约定 但是千吉 却根本不记得这个约定了 只让士郎不禁担心 难道千吉也忘了 十年前跟出现对象的约定了吗 约定十年前没错 千吉在士郎的提醒下 竟然也找到了一把钥匙 所以有了钥匙的他 显然有了参赛的资格 十年大礼包他有机会获得了 但是要命的是 士郎其实也在和阿乐的相处中 不知不觉中 对阿乐也有了一些微妙的感情 见到他总会忍不住 突然紧张脸红 而千吉在找到钥匙之后 就开始回想起了十年前的约定 那个时候那个男孩 还为了保护自己 结果头部受伤 于是千吉发现阿乐的头上 竟然也有一个伤痕 感情三个人从小都有约定 却忘了那个约定之人的长相 所以想要证明 到底谁才是约定之人 就只能用钥匙来打开锁 但是想要打开项链锁 就需要一些契机 这途中还在防止 那个盯着千吉的眼线捣乱 他在学校组织泡温泉的时候 为了让阿乐名声扫地 他便将女池改成了男池 忽悠阿乐进去 好在第一个进入的人是千吉 他虽然被阿乐砍光了同体 但是很快就意识到了 肯定是手底下人在捣乱 于是让阿乐赶紧出去 结果这时候女孩子全部进来 好在就千吉的多次掩护 以及温泉散发了热气迷惑视线 阿乐最终通过女池底部的洞穴 又到男池这边逃过一劫 而虽然事后阿乐说 自己因为雾气太多 什么都没有看到 这段千吉稍微舒信一点 可两人的关系 就这样产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而千吉因为性格洒脱 所以自然跟阿乐有了较多的接触 眼看小野丝的优势荡然无存 终于在小野丝闺蜜的帮助下 小野丝得以跟阿乐有了一次单独外出的机会 在那个熟悉的坡道上 两人的进展总算要突破了 因为小野丝带着阿乐来到他的秘密基地 所有小野丝无意中露出的微笑 让阿乐想到了小时候的一幕 他终于忍不住大胆地问出了 时间前和我约定的女孩是你吗 而小野丝这一次没有之前的紧实了 大胆地回答 是 本来就要完结洒话了 可是是狼的一通 让他们赶紧回来的电话 那这件事只能暂时延后 现在小野丝直接就是偷他了啊 可是千奇就更加牛嗨了 因为他直接偷水晶 两人迅速来到千奇家过生日 千奇附近的那些小弟也加入其中 一伙人玩得特别happy 最后千奇和阿乐却来到阳台透气 在这个时候千奇也突然提到 时间前的那个约定 还说出了当时的一句誓言 随后掏出了之前自己找到的那把钥匙 在准备插路之时 两人全都羞红了脸 又要完结洒话了吗 显然不可能的 虽然成功插路了 但是他却断了 原来是千奇太过用力 导致钥匙断掉 所以短时间在所没有修好之前 不管是千奇还是小野寺 都没办法打开了 可还没有等虚拗索 最后一个女生就按捺不住 总算要出现了 因为老父亲不仅认识千奇 而且还知道小野寺 并且还告诉阿乐说 十年前的阿乐就认识了他们 但还有一个女孩也出现在十年前 阿乐通过一张照片 发现这个女孩也有一把钥匙 而且父亲还说 这个女孩在隔天就要来家里 她是阿乐的未婚妻 这句话也被千奇给听到了 她开始有些烦躁 她不想承认自己在这些时间 和阿乐的假期争作 竟然真的爱上了她 和那个未婚妻万里花 竟也转到了阿乐的班级 如果说千奇的家世 跟阿乐家世很配的话 那么新骨万里花就是绝配 因为她父亲是警示厅的高管 如果阿乐娶到了万里花 也就意味着 可以做到真正的黑白通吃 现在三只牛骨中 条件最差的就是小野寺了 先不说家庭背景 小野寺出生自普通家庭 光是性格上 她就不同于千奇的婆婆 也做不到万里花的主动 如果不是世狼没有十年前的约定 也没有钥匙 可能世狼的处境 都会比小野寺好很多 但是耐不住全世界的人 都在给小野寺助攻 一旦阿乐来到小野寺家帮忙 碰巧来了台风 暂时回不去 也碰巧小野寺家里没有人 孤兰寡女共处一室 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阿乐怂就不说了 小野寺的暗示 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而新骨万里花在之后的某一天 一下子就成为了牛骨 因为万里花说出了十年前的约定 并且四人总算聚在一起讨论钥匙的事情 毕竟现在索还没有修好 所以只能讨论 而无法尝试真假 而前妻和小野寺的 往十年前的具体约定是什么 只有万里花记得 是结婚这个约定 而且万里花还大胆吻了阿乐 不过具体是不是万里花 还得等索修好了才知道 而前妻也在一次旅行中 在深夜找到了阿乐 然后暗示性地询问两人 如果是真的情侣 会怎么办呢 阿乐害羞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为了面子还故意说 我们怎么可能是情侣 最要命的是还说前妻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而就是这句话 让前妻这只骨差点退市 两人整个暑假都没有联系过一次 还好因为小元记得一次演出 才让两人将这个误会给解除了 前妻还因为和阿乐上演的罗密欧和朱利叶 直接一度成为了最红牛骨 本来因为前妻跟阿乐闹矛盾 演出的对象是变成了小野寺 可是小野寺却崴到了脚 而提补万里花却身体不舒服 而没办法顶上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前妻跟阿乐出演 而这次出演也让前妻确定了自己对阿乐的感情 而阿乐在演出结束之后 还跟小野寺上演了一次节目 满足她想要跟阿乐演出的心情 故事到这里差不多 就是伪恋第一季的内容 而至于第二季也已经更新完了 至于要不要解说 还是你们自己去看后续 就看这期视频有没有人支持的 我稍微透露一下后续内容 毕竟第一季已经将三只牛骨和白鸡狼 交来的差不多了 那么想要在第二季再把八十几集 最好的办法就是 再访一个女主进来 于是小野寺的妹妹就这样被加入进来 并且在海报充当西位闪亮登场 至于最后到底是谁胜利了 没看过的小伙伴 可以去观看原片赶紧炒股了 至于看过的人不妨 就当重温一下 当年那些炒股的回忆 不管看没看过 各位小可爱 就用你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留言 你们最喜欢哪个女孩呢 我是少年 一文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